来讲不是要救莫索里尼的问题 是要保持我南部防线 战略防线完整的问题 莫索里尼被扣了起来 意大利如果再走一步退出 这个一日这个周星国 这个法西斯同盟 那么就是意味着 德军在整个 欧洲南部地中海的这个南部战线 让整个门户大开 意大利如果一旦退出战争 那么导向同盟国这个盟军方面 这个同盟国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德军就将分出更大的兵力 填补上 那么意大利去 意大利这个岛戈所造成这样一个缺口 而这些兵力 德国本土已经没有这些战略机动兵力 只能从东线战场来抽掉 东线战场如果再抽掉兵力的话 毫无疑问 它的结果就是在东线战场 进一步的惨败溃败 就导致苏联红军迅速的 可能攻入德国的本土 所以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后果 是希特勒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他要想稳定南方战线 让意大利继续留在 德意这个九星国这个法西斯同盟之内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莫索里尼救出来 希特勒非常清楚 要想把莫索里尼救出来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意大利国王和莫索里尼的反对者们 为了要赢得盟军的信任 他们肯定会把莫索里尼交给盟军 而在这之前呢 他们一定会把它藏在非常隐秘的地方 藏得严严实实的 而且派上重兵把守 这么说来 营救行动那一定是比登天还要难 可是再难也得干 那派谁去干呢 这时候希特勒就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后来被丘吉尔成欧洲最危险的人 他的名字叫斯科尔资美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脸上面的长长的刀疤 好端端一个男人怎么就被人破相了呢 原来啊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经常跟人去 这道伤疤就是在一次决斗的时候被人砍的 这也成了他最具特点的个人标准 后来盟军士兵就给他起了一个戳号 叫Scarfish 刀疤脸